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Hello 大家好 我是George 今天我们会做大虾沙拉 如果减肥的朋友这个食谱就适合你了 首先第一样准备的就是泥物 我们就像煮饭一样 把泥物浸水 然后煮熟 直接用饭煮泥物煮熟 然后就是准备一些车尼茜 我今次会用一只有机的车尼茜 用清水洗净 然后把它切成一半 然后我们就准备一些虎虾 首先把虎虾解冻了 我们会将它的头和颗全部剪走 颗可以留下来煮汤也可以 首先剪走头 然后在背部把它剪出去 直接把它剪掉 直接把它剪掉 它里面会有些虾腸 我们会把虎虾搅拌出来 之后就可以直接加调味料 大约半茶匙盐 加上少许盐 少许盐 将它拌均匀 然后会加一些黑胡椒 这种虎虾煮起来很弹 好味道 将甜味料拌均匀 然后加入生粉 将它全部混合 现在会将它放在一边 我们准备其他材料 我们现在会将蒜头切成蒜片 稍后会煎香去 现在烧热的锅 加些油 首先放些蒜片 我们会用慢火把它煎成金黄色 然后可以将虾全部放在一起煎 用慢火一起煎 蒜蓉的香味会慢慢滲入虾里面 再煎香味 你看到颜色转了之后 就可以反转另一边 继续煎它 每边大约煎三分钟时间 每边大约煎三分钟时间 也要大概 stopped 也只要煎出烤 boss 另外五分钟时间 要倒入好几位置 现在见到它煎到金黄色就可以把它剥起去 泥物已经煮好了, 把它放冰凉 沙律菜先洗净 然后把沙律菜放进碗里 可以加入车里茄 然后加入少许调味料 有食用的橄榄料 和意大利黑醋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再在上面加少许黑胡椒粉 然后可以用一只碟把它装起去 最后放上泥物 刚刚煎好的大虾 蒜蓉片 少许干的番茜 最后在上面加少许面包糠就完成了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大虾沙律 是否非常之容易做呢 如果减肥肥的朋友做这个沙律都很适合吃的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食谱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记得按下小铃链 就会收到我全部影片的讯息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